他們民眾黨有這麼缺錢嗎 我想不懂耶 這個叫五個字啦 真心患絕情 他選舉到了是需要花費沒錯啦 但是有窮到需要把我在議會送的 那麼精緻有意義的禮物 那就把它變賣掉嗎 而且我記得他當時禮貌上 他也都多數的禮物是隔一天就送回來了 除了龍袍以外 龍袍他穿了十天才送回來 但是我記得他留下來的禮物 不算太多 那現在是怎樣 那他送回來他要賣的話 是不是說他送回來的 現在我還要再補送回去 那他賣個夠 他要講清楚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禮物很有意義 多數都是我在市政質詢前 那麼拿這樣子的禮物代表的是 就是我要針對他質詢的 用禮物的方式呈現是言簡易改 一針見血 那可以立刻讓他明瞭就是我質詢的主軸 以及他現在施政上的錯誤 那麼這些禮物 他當時我想應該有得到一些啟示才對 那留下來的話 對他未來也未嘗不是好事嘛 比方說他有留下那個本機跟湯池 那個很有意義嘛 那就是告誡柯文哲說 為政不再多言 要多做少說 甚至只做不說 不要像他過去這樣子 就是做沒有一頓事 說到整本機 如果他把湯池跟本機 放在他的辦公室上 那麼每天都可以時時刻刻提醒他這一點 那他送回來的 比方說這個行李箱也是告誡他 就是說你如果一心想要總統大位 那忽略你手上現有的 他當時現有的工作 就是首都市長的職責 那麼如果一心只想著總統大位 而忽略了手上市長的工作的話 那你乾脆你就打包走人 不要耽誤那市民 你也好專心你去追尋你的大位 那比方說像這個魔戒也非常有意義啊 那提醒柯文哲說全力就像魔戒一樣 一帶上去就脫不下來了 那也是告誡柯文哲說 擁有權利的人 你最該做的人 除了把你的事情做好以外 最後你要把這個魔戒帶到火山去 就丟棄掉 那這些都對他 我想不只是他從政 我想未來在他人生旅途上面 都是很好的一個座右銘 當然他現在要把它拍賣 我倒是覺得很訝異啦 因為這可能也賣不了多少錢 除了那個小折啦 那部小折我當初就花了八九千塊錢買 那其實蠻實用的啦 折一折就這麼小一個 還可以帶到公車上啦 帶到捷運上 是蠻實用的啦 因為你要抽成嘛 我不敢 東西送出去了 那就是他的啦 所以他要怎麼處置 都是他的權利 我毋庸置墮 只是這個 我覺得很怪異啦 你即便跟前任分手 你也是把東西就是丟掉 或者沒看到頂多燒掉嘛 怎麼會說把前任的東西拿來拍賣 這個我也是想不懂他的心態 但是大概只是凸顯 柯文哲是要凸顯說 他現在總統的選舉 他很缺盤纏 他已經缺錢缺到說 需要把過去這麼精緻 這麼有意義的禮物拿去典當 所以當然 這個東西送給他柯文哲 就是他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他愛怎麼處理 當然全力在他手上 那只是說 那麼他是不是也要講清楚 那先前他退回來的 那這些怎麼辦 比方說像這個木馬 我送他那麼好 那巨型的木馬 那是非常有意義 也是告誡柯文哲說 你跟中共不要太過度的糾纏 不要被中共用來當作統戰的工具 不要被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成為 中共木馬屠城的那一匹木馬 所以那個木馬 不但做得很好很精緻 大概兩層樓高 而且那個碼頭就是柯文哲 那當然他這個禮物他也送回來的 所以我現在比較想知道的是說 在你手上的當然你處置 那送回來的難道你要回去嗎